今天我除了以家長的身分 也是以仙妮代表律師的身分 陪她錄口供 根據社交平台的紀錄 我們懷疑Maisy用QT妹這個網名 跟一個叫Mr.Millionaire 暖卓武士的保險經紀溝通 和進行換交交易,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們查過Maisy的手機 沒有任何以QT妹這個網名 跟任何人有通訊的紀錄 你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 我們有理由懷疑有第三者做中間人 代Maisy去聯絡這個保險經紀 促成雙方的性交易 你知不知道這個第三者是誰?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Madam, Cindy已經說得很清楚 Maisy學校以外的事, 她完全不知道 而且Maisy也有自己的方法 去聯絡人客, 絕對與Cindy無關 你對你媽媽剛才說的, 有沒有補充? 沒有 沒有?那請你交出手機 證明你說的事是真的 不過你查證一下 你沒有牽涉在你的案子裡? 不行 正如我上次所說 你們這樣做是侵害Cindy的私隱 我們絕對有權拒絕你們的要求 唐律師, 如果你拒絕 我們可以正式向法庭申請搜查令 如果你相信Cindy是清白的 請你好好地跟我們警方合作 我先打開、打開、打開、打開肯 好, 走吧 兩位, 你們已經浪費了我們很多時間 現在很不舒服, 我們可以走了嗎 是嗎? 現在可以走了 我的女兒因為這件事已經有很大壓力 希望你們不要再騷擾窮 梁敏詩的詳細驗屍報告已經出了 證實她吸食了過量的chill powder 俗稱超仔的新型毒品 引致O.D.死亡 其實NB素讀的同事 已經留意了這毒品很久了 或者交給她們講解一下現在的調查進度 據我們了解, 這叫超仔的新型毒品 吸食方法相當方便 除了經由鼻腔吸食之外 也可以混入飲品服用 而這毒品在大概一年前左右 就流入香港的毒品市場 現在短短幾個月之間 已經在年輕人群組上相當流行 而它的滲透層面和以往的毒品很不同 因為毒販很懂得包裝這道毒品 用最近時興的用語chill去到招來 令吸食者覺得吃過之後很有型 以及很放鬆 所以大受年輕人的歡迎 我們也查過這道毒品其實買得不便宜 每一刻都要吃五百元 是, 這隻超仔是比較貴的 但亦很受中上消費階層的歡迎 但現在的交收已經不像傳統的方式一樣 亦因為我們的調查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這隻超仔有甚麼特性 其實它的成分是可卡因 加了新化合物質, 重新組合而成 心引力比新人大 而且它有很明顯的短暫減壓效果 所以越大壓力的人就越容易上癮 到底起的時候, 有甚麼特徵 手震、心律不正、頭痛頭暈 全身發冷、出冷汗 小姐頭痛, 拿點屎痛藥給她 知道, 爸爸 回房間休息一下吧 我換件衣服還要出去見一下 臭女兒, 你真是吸毒 還有沒有? 沒有 你會拿出來嗎? 不用打我 從小到大, 我還是給你最好的 你竟然去招惹了Maisy那樣的人 還去吸毒?拿個電話來 我不是要這一步 我是要你幫Maisy自拍那一步 警察查得賣身, 你還在隱瞞? 你是不是想害死自己, 再害死賣我? 別打了, 我拿… 我下個星期就送你去英國讀書 從現在開始不准搭到家裡半步 你學也不需要回家了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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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